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妹 这里下了好几天的暴雨了 我今天就要出动逛逛一下哪里有个烟灰了 那些水果烟灰就不好了 你看一下这几天晒暴雨 这水沟这里都翻倒了 都把这个酒都移味了 干净这边的水也给它淹上来了 我要找一个口放掉它 那边那一天干净是我补摸的 你看全部都淹上去了 这些烟灰的水沟 我就会浸发了 现在不复复来看看 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这边都已经给水泡过了 我要逛另外一条路过去 看到没有这个 红地干这里都给淹了 淹没了 我要把那个水口又再放 要不然泡坏它的脚根就洗掉了 静黄泡 华菱 盖艺 中心的水连鱼 这个又挥又 WITH YOU 哇 幻加树 找了 又拿东西过来寄上 把它绑上去 哎呀,下了几天的暴雨 看来这个水果显示惨重 那个给焖坏了 一下雨一下就出太阳 这个全部给暴风雨打钓上来 这一天烟得更加厉害 这样就给它焯通了 现在流的越来越干 这个水要一个田放到另一个田 再倒另一个田放到那水沟 还可以的 有一条鱼 你看 它在冻啊 我刚才挑那个垃圾的时候 看到它游来游去 然后我再在这个最小的口径里 用这个铲来一塞 我以为是洗的 原来加起来是生的 奇怪了 这边没有鱼汤也有鱼 不知道在哪一家鱼汤好出来了 好生猛啊 这个就是发大水的原因 以前我们小时候发大水沟 我们经常到那个水沟里面抓到鱼的 今天就回去了 今天鱼汤收到抓到一条鱼 现在我就倒别的田去 再把那些水收通好 再给它这样腌的话 就会搞坏这个水果了 喜欢酒妹的视频继续的关注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大家想了解酒妹最新鲜的鱼汤 请点击右下方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酒妹